所以我不懷疑Elon Musk想到很多辦法出來 問題要走的時候 能否走到就成問題 他的出現可以防止特朗普做了一些傻事 中國政府可以反制美國 反制的方法就是 全面脫鉤 你就看美國需要中國的產品多些 還是中國需要美國那些狂印出來的美元多些 我其實不贊成跟美國鬥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FM才智的節目 今天我們都是想訪問詩生的 你好 你好 上一集其實已經訪問了詩生對特朗普當選之後的即時看法 和一個中美關係未來會怎樣走的一個預測 今集就想問多一些大選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關鍵人物 Elon Musk 馬斯克 現在他就是特朗普身邊的一個大紅人 所以外界都在估計 未來他在中美關係會發揮了一個什麼作用呢 會不會是中美關係的一個緩衝器呢 甚至是成為下一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呢 那我們就問問詩生怎樣看 要針對中國呢 是一個客觀大環境所造成的 現在呢 如果是以購買力評價去推算的話呢 中國的經濟體系是大過美國很多的了 只不過是因為匯率的問題 才造成好像美國的GDP還是大過中國 那麼變成在這種情況下呢 美國是不可能不當中國是他的敵人的 就是無論是Elon Musk也好 特朗普也好 拜登也好 誰上台呢 都要壓制中國的發展的了 因為如果中國繼續這樣的速度發展的話呢 會令到美國保養著他世界民主的地位 所以沒有誰可以說他對中美關係來一個收好 因為美國的主要敵人是蘇聯 中國對付蘇聯是美國當時的國策啊 共識啊 中國是起到這個作用的 但現在你說放中國一馬 我相信提出這個這樣的方向的總統都很難當選的 所以你說期望Elon Musk做到很大的成效呢 我就認為不會 但是Elon Musk是對中國相對熟悉的一個人 他的Tesla 他的廠在美國 在歐洲 在中國 運作得最好的廠就是在上海的廠 還有生產出來的車是可靠成本又便宜 幫他賺錢 他如果不是上海的廠的話 Tesla 可能已經倒閉都不頂了 所以他對中國的實力是有一定的認識的 還有他也知道在一定的程度上 美國是要跟中國合作的 所以他的出現可以防止特朗普做了一些傻事 做了一些對美國有無益 對中國有無益的事 他在某些時候可能會提醒特朗普怎樣做會實際些 我只能夠寄望Elon Musk令到特朗普了解多些情況 不至於做出一些傻的愚蠢的決定 施先生也認為 就算是誰出來的對華政策的大框架都不會改變的 但是剛剛施先生你有提過Tesla 在上海的超級廠房很厲害的 和中國保持一個比較密切的商業關係 如果是改變一部份的政策 那個政策會不會就是關稅方面的政策可以比較彈性去處理呢? 其實我原本想著特朗普也是講一下而已 加60%的關稅是怎麼可能的事 就是無論叫中國的廠家去承受 還是叫美國消費者去承受 都不可能的 對於廠家來說 一般的利潤都是10%左右 說你加他60% 他寧願不幫你賣 不賣給你 就虧本生意 還要虧大本的生意 沒人做 你叫美國消費者給貴這麼多錢 他一樣不會買它 所以這樣做就是想脫勾的而已 所以在競選的時候拿來說一下 以示他對華強硬 到真正行的時候 他就要按照實際情況去做的了 即使沒有Elon Musk 他都要計算過數的 你看他 初初就說 24小時內就搞定烏克蘭問題 現在都不是這麼簡單 收到60%的關稅都行的時候 都要實事求是 有些產品要給寬免期 我最近還寫一篇文 教中國政府可以反制美國 反制的方法就是 美國就收入口關稅 中國可以收出口的關稅 所有輸去美國出口的產品 都收到60%的關稅 怎麼搞啊 實際上你可以的藉口就是 美國說我們廉價傾銷 又說我們貿易亦差 我幫美國叫停它 就收它貴一點 讓它不會這麼廉價傾銷 結果當然沒有人會給60%的關稅 將貨賣去美國 反正美國都去到這麼盡 就脫鉤 全面脫鉤就算了 全面脫鉤你就看看 美國需要中國的產品多些 還是中國需要美國那些狂印出來的美元多些 中國的產品是實際有用的產品來的 美元呢 你是難印 自己沒有出口 賺不到外面的錢 就印出來頂住先 要不要都罷了 我自己覺得呢 這樣就反而可以反制美國 美國說 你不要收那麼多啊 你就回去大家免關稅的年代 如果不是你加我 我又加回我的出口產品 以前中國是加美國輸來中國的產品 這樣就沒得搞的 因為美國輸來中國的產品少 中國輸去美國的產品多 那麼他加我們收到的錢 當我們加他就收不到那麼多錢 那你說會不會令到真正脫鉤呢 這個是他們自己搞出來的嘛 你不想脫鉤你就不要加我們那麼多關稅 總之以後 你收多少入口稅 我就收多少出口稅 那一人收一半 一人收一半 那如果中國真的這樣做呢 就可以反制美國了 要不然我們經常說 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 要有些實際事做啊 現在我們這個世界 是銀子越印越多 真正實用的商品就越來越少 變成將來是很多錢 淚落去少數的產品裡面 所以產品價格就會上升 美金反而會下跌的 所以特朗普做這一範呢 最終可能是破壞了美元在全球的地位 他要想清楚才好做 我其實不贊成跟美國鬥的 就是我也都認為應該一早就是 就是低調一點 韜光養晦不要去樹敵的 不過現在都美國已經是認定你是威脅他的了 想變都沒得變 那人家對你這樣的態度 對你中國都要橫耳顏色的 是啊 當我都見到特朗普都提名了 有一個反華背景的奴比奧出任 他們下屆政府的國務卿 那所以你都是預計 接下來中美關係更加難以修補 因為有這個背景的國務卿 反華 但是他反到多少華 都是要講殺力地位的 就不是說他想反就反華的 他就反俄羅斯 那現在在烏克蘭 不是那麼順利 他才要跟俄羅斯談的 為什麼可以談呢 戰場上失利 那才希望談判去找回一點點好處 打贏仗 得回來的和平呢 才是可靠的和平 在談判桌上的和平 保持不得多久的 我相信北約都是想打贏仗 把俄羅斯趕了出去 得回來的和平 他是最想要這種和平的 不過現在戰場失利 美國才會想到和俄羅斯談判他 所以我認為 就是 盧比奧也好 誰也好 上了一場 要和中國較量 這個在所難免 但是較量的結果 究竟是誰比較傷 一個要看實力地位 一個要看中國的戰略部署 是否恰當 另外想問多一點點 就是美國自身的制度問題 因為見到Elon Musk 就說有機會去領導 這個政府效率委員會的一個部門 以他這個這麼厲害的企業管理方式 是不是真的幫到美國去官僚化 或者甚至令到剛剛有說 美國瘋狂印銀子 可能都是他們的債務問題 那麼美國的債務問題 有沒有機會有靠Elon Musk可以改善呢 Elon Musk是一個商人 也是一個科學家 我都挺佩服他的才華的 他很多飯都電的 而且是同時看著幾檔東西 所以他的效率應該是挺高下的 不只效率高 還懂得選關鍵的工作做 那麼所以派他去做美國政府效率委員會 去提升美國官僚系統的效率呢 意見一定很多的 他應該看到很多問題出來的 不過一個國家的官僚系統 根深替固 不是那麼容易被你動動的 他們有很多公務員的手冊 公務員就是那個營運的系統啊 習慣力量啊 既得利益啊 千絲萬縷糾纏在一起 很難動到他的 就是香港的公務員你想炒一個 哇 你都知道難上更難 那我見那些公務員那些 他下面有高官啊 下面有些馬 就是不聽他的話 不配合啊 他都不敢動他的 他說最好的辦法就是升去 即升去其他部門就不用理他 哇 如果你要炒他 他跟你糾纏 有一段時間反了 他有很多準則去挑戰你的決定 那麼 所以呢 就 我不懷疑Elon Musk想到很多辦法出來 問題要走的時候 走不走就成問題了 這個位置不是很多人做到的 中國以前的朝代都是這樣的情況 即使間中出了一兩個清官啊 比較連結一些啊 又願意創新改革啊 都是沒有好收場的 那王安石都試過啦 都他的新政啊 後人讀書好像我們讀歷史的時候 覺得啊 幾好幾好啊 走起來就處處碰壁了 所以Elon Musk都有機會 理想很高 那麽辦法也有 走起來就困難重重 最後究竟他可不可以憑著 特朗普對他的支持 真是扭轉局面呢 就現在都是未知之數 當然如果做到的 他用 就是 三分之一的美國政府的規模 美國政府想做少政府啊 想花少些錢啊 那麽如果真是花少些 美國的國債 那麽真的可以少些啊 嗯 最怕搞到現在的 特朗普 對特朗普和他自己啊 是明白 那麽當然 特朗普這一屆任期都只有幾年 我們可能都很快會見到 究竟是不是真的 Elon Musk可以帶來一個實際的改變啊 或者是 在政界都有另一個傳奇 那麽我們都拭目以待去看看 事態發展的 那麽今天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麻煩施先生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下一集再跟施先生見面 謝謝 好 拜拜 謝謝